10月21日,中国央行公布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消息,一年期和五年期LPR利率同步下调25个基点,创下历史单次最大降幅,这次降息幅度之大,远远超出市场预期,显示出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。 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次降息的具体情况,中国央行将一年期LPR从3.35%骤降至3.10%,五年期LPR也从3.85%暴跌至3.60%,降幅之大令市场震惊,这已经是年内第三次下调利率,累计降幅高达60个基点,创下了有史以来单次最大降幅的记录。 这种罕见的大幅降息,显示出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,不得不采取如此极端的货币宽松政策来救市。 这次史无前例的超级降息,反映了什么问题? 第一,中国经济已经病入膏肓,不得不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。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,即使央行连续降息,银行集体下调房贷利率,购房需求依然疲软。 有专家估算,按照100万贷款30年等额本息计算,这次降息每月能节省141.5元,30年下来可以少还5.1万。 但即便如此,依然无法提振中国民众的购房信心。 第二,货币政策已经进入放水模式。 央行行长潘功胜在金融街论坛上罕见的提前预告,不仅要大幅降息,还要在年底前择机降准0.25至0.5个百分点。 这种提前泄露货币政策的做法,在央行历史上极为罕见,显示当局已经到了不得不放大招的地步。 第三,中国经济正陷入恶性通缩的泥潭。 追悉数据显示,9月CPI增长率仅有可怜的0.4%,而这个数字还是靠蔬菜价格暴涨22.9%才勉强支撑。 如果剔除食品价格因素,实际上已经陷入负增长。 工业领域的情况更加糟糕,PPI继续深度下跌,延续了长达一年多的惨淡走势。 出口方面同样令人担忧,9月出口增速即有2.4%,远低于市场预期的5.9%。 货币供应量指标M1更是连续6个月同比下跌,9月份降幅达到7.4%,这种持续性的货币收缩明显反映出经济活力的持续衰退。 这些数据无疑不再警示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。 更让人担忧的是,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陷入两难困境。 一方面需要继续放水自济经济,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面临巨大贬值压力。 就在降息消息公布后,离岸人民币应声下跌,显示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信心不足。 有分析指出,这轮降息可能是中国最后的救命稻草。 然而,面对根深蒂固的经济结构性问题,单纯依靠货币宽松政策根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 相反,过度放水反而可能引发更大的金融风险,让中国经济陷入更深的泥潭。 更令人担忧的是,六大国有银行已经在10月18日集体下调存款利率,活期存款利率降至历史最低的0.1%, 一年期定存更是跌至1.1%的冰点,就连三年期存款利率也仅剩1.5%。 这种前所未有的超低利率,实际上是在变相剥夺普通储户的利益, 让老百姓的血汗钱在通货膨胀面前不断贬值。 与此同时,中国货币政策已经完全失控。 M2数据显示,过去两年,中国新增货币供应高达56万亿,占过去60年货币总量的20%。 这种疯狂印钞的做法,不仅在透支中国的未来,更让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岌岌可危。 这一点从最新的外汇数据中可见一斑。 虽然9月份数据显示,结售会顺差482亿美元,表面上结束了连续半年的逆差, 但这种短暂的回暖背后,隐藏着更深层的危机。 外管局副局长李鸿燕在新闻发布会上,承认了一个惊人的事实, 外资在中国股债市场的占比仅有3%至4%, 这个数字彻底击碎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美梦。 IMF最新统计数据显示,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仍然高达59%, 而外资持有的中国债券总量仅可怜的6400亿美元。 在全球贸易结算中,人民币的使用比例甚至不足25%。 今年前三季度,中国结售会更是出现了高达1213亿美元的巨额逆差。 这些数据都在无情地揭示着一个残酷的现实,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已经彻底破产。 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对中国9月外汇数据的短暂好转,提出了尖锐质疑。 他认为,这完全是依靠大水漫灌救世得来的虚假繁荣。 中国政府在9月底注入巨资拉动股市,同时配合华尔街一些投机资本的炒作, 不过是在玩一场割韭菜的把戏。 这种救世效果必然是短暂的,没有任何理性的外资会继续往这个火坑里跳。 更令人担忧的是,中国政府在外汇管理上采取了诸多见不得人的手段。 他们一方面认为限制企业对外投资,另一方面又设置重重障碍,阻碍资金汇出。 同时,当局还通过动用外汇储备来干预汇率,甚至不惜操纵结售汇数据来制造经济向好的假象。 这些做法本质上都是在掩耳盗铃,根本解决不了实体经济的深层问题。 台湾文化大学国发所教授陈松兴警告,中国经济正陷入一个无解的死局。 如果选择降息来应对通缩,人民币必然加速贬值。 如果维持高利率保住汇率,经济衰退将进一步加剧。 这种两难困境已经让中国决策层陷入了进退围股的境地。 更雪上加霜的是,中国经济的困境已经全面暴露。 青年失业率飙升至17.6%,创下历史第二高的惨烈记录。 房地产投资更是同比暴跌超过10%,整个行业陷入前所未有的萧条。 出口增速持续下滑,曾经的外贸优势正在迅速消失。 与此同时,消费市场持续低迷,内需不振的困局始终无法突破。 这些经济数据勾勒出了一幅令人忧心忡忡的中国经济图景。 一位经济学者一语道破天机,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,却成了货币操纵的元凶。 政府制造的数据向好是空中楼阁,与老百姓的实际感受落差极大。 随着各国对中国征收新的关税,北京已经无力继续靠牺牲外汇储备来粉饰太平了。 最令人绝望的是,普通老百姓的财富正在遭受双重打击。 一方面,疯狂的印钞正在让手中的钱快速贬值。 数据显示,中国广义货币MR已经突破300万亿大关, 仅仅两年时间就新增了56万亿,相当于过去60年印钞总量的五分之一。 印钞机仍在日夜不停地运转,巨大的通胀压力与日剧增。 另一方面,银行存款利率已经跌入历史冰点。 六大行集体下调存款利率后,活期存款利率仅剩可怜的0.1%, 就连一年期定存也只有1.1%的收益,实际收益率已经维富。 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,老百姓的存款实际上在不断贬值, 血汗钱正在不知不觉中蒸发。 面对这种局面,多位经济学专家纷纷发出警告, 这很可能是最后的财富避险机会。 他们建议老百姓要高度警惕防市出现的虚假反弹, 不要被所谓的旧事行情迷惑了双眼, 更要提防各类理财产品的暴雷风险。 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制定财富保质方案, 不然等大势一去,想讨都来不及了。 总结来看,中国经济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。 政府虽然使出浑身泄疏旧事, 但效果却越来越差。 面对经济衰退、债务危机、通缩压力等多重挑战, 仅靠印钞和降息这种头痛一头、脚痛一脚的方式, 恐怕难逃最终崩盘的命运。 现在摆在中国决策层面前的, 是一道无解的难题继续放水会加剧金融风险, 收紧政策则会加速经济衰退。 在这种两难困境下, 普通老百姓的财富正在遭受空前的挑战。 也许, 现在确实是最后的财富避险机会。